因为练中单身及地狱而人气高奖的美妆YouTuber宋志亚 爆红之路才没走多久意外包出穿戴名牌假货 让白富美人设一夜翻车 即使公开亲笔收谢辛道歉 依然遭到韩国网友他发 24日他上传一部道歉影片 再次向大家表达歉意 吉他上传一期不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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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 目前為止,某些事情ser has been taken ayudさ А有所謂… 我怎麼只想到有關心情的我會重量 我還未有發生過一期 我就是整個運氣的時間 我只是抱歉了 不好意思 全都是我毫無意 我希望你們的親友 不要讓我多謝 我當中的你始終 我心想想說真心 我心想說那些事情 最愛是沒有的人 因為它是真的 因為太誇張 還是真的 首先,我管管管理的頻道 都會輸入 之後再繼續 再繼續 最後再質疑我 感谢观看